水泥钉手术治疗固物干或者有哪些优势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 钢板是偏心固定 而水泥钉固定为中心性固定 更符合力学特性 第二个 闭合复位水泥钉内固定手术 适应症比较广 适应于四肢肠管状骨质 手术的时候创伤比较小 一般都是地核腹位 出血量比较少 微畅 固定坚强可靠 更利于骨质愈合 避免了钢板固定导致了骨质丹 血运破坏 硬力遮挡等冰化症 第三个 水泥钉内固定失败率比较低 骨质的愈合率比较高 尤其扩碎的水泥钉 第一 扩水的骨碎屑可以相当于植骨 进一步增加愈合 可用于开放性骨质 或者有伤口而没有全身感染的病例 第四个 水泥钉内固定 术后不需要进行石膏 甲管等外固定 另外第五个 水泥钉固定术后 可以早期共同锻炼 早期下床活动 降低了卧床并发症 促进了骨质早期愈合 因此 水泥钉内固定是治疗四肢肠管状骨质 尤其是夏日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